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高汉堂高老师,再度感谢您来到我的课堂上。 好,现在我们要进入我们这一个主题的最尾巴咯。 我们现在也是一样,再来看一次我们的换例的代码来说明呢, 我们如何设计通用性的接口,然后呢,把它落实成代码。 那我们也是一样的,希望能够在透过这个敏捷用力的这个基本情境当中, 我们来实现第二次的迭代。 那这一次的标的就是用第二个use case,就是播放某一首音乐。 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代码怎么落实。 好,再来这一个,在刚刚的小回合当中,也帮你做够简单的这个复习。 那这里呢,一样的,再帮你做简单的一个说明。 就是我们use case的模型是架构师用来跟这个用户来沟通的,来取得用户的需求。 那么使用的就是用力的系数跟用力的图。 然后,随着迭代的过程不断的增加,我们的这个use case的数量会增加,内容会更完善,那么产出的代码会越多。 这个时候就考验我们的架构啦,是不是能够更有弹性的,像树干一样,能够支撑越来越多的数月,也就是越来越多的use case。 好,现在我们就进入的主题,就是针对第二个use case,我们就展开允捷的第二回合的迭代。 所以在第一次的允捷迭代的过程里头,我们已经建立一个框架,提供了一个通用性的接口,来整合了第一次的use case的实现代码。 现在,就基于这项的架构,也是这个框架,我们就来配合允捷的迭代,来整合更多的use case。 一样的,都是透过通用性的i plugin接口的execute函数,以及通用性的G类,所提供的这样的一个on-execute的对server端的接口,也就是i里头的函数,来做个通信的渠道。 因此呢,实现了各个用力的共通性的接口设计,也实现了这个the child use case的一个整合的目标。 因此呢,现在,我们就来增加第二个use case咯。 基于同样的框架,与基于同样的共通性的,同用性的接口,有一个对user端的,对开端的,对server端的接口。 透过同样的接口,把我们的use case的ui,把它整合进来,再把use case2的操操类,再把use case2的t,把它整合进来。 那,一样的,可以达成我们播放音乐的一个目标,也实现了user的第二个愿望。 第二个愿望。 因此呢,我们就来设计一个简单的ui画面。 我还是强调,随着敏捷的过程当中,这个ui会不断地改善的。 所以一开始呢,不用在ui上面,花太多的功夫。 OK? 所以我们就提供了简单的ui。 那我们把这个,按下这个music的时候,也就自动地去play啦。 就按下music2这个键的时候,就选择了第一首歌曲,而且play。 如果按这个键,就选择第二首歌曲,而且play。 那如果play的觉得不好听,可以按start,可以重新选择其他的音乐。 那如果呢,这一歌不想听了,结束了,这个use case就按edit。 所以按下的music01这个按钮,就选择了第01首的第一首的音乐,并且呢,开始播放。 播放的过程当中,如果按下stop就停止播放。 停止之后,你可以再选,按下另外一个按钮,就可以,就等于选择了第二首音乐,而且播放。 那如果在播放的过程当中,一样的,可以按stop来结束它,暂停播放。 但是,你可以再按别的音乐,那如果都不想听了,你就按edit,就结束掉这一项服务,也就是结束掉这个use case。 OK,好,同样的这个代码的结构一样,在框架部分没有改变,在UI的部分有做稍微的改变。 那么,在use case2,这是新增加的,我们写了一个use case2的框架类,写了use case2的t,OK。 所以,一样的,在这个代码上面,代码上面,是一个framework的部分,一样的定义一个这个接口,通用性的接口,叫iPlugin。 那么,里头呢,有一个函数,叫做execute,然后定义一个G类,它来实现这样的一个接口。 那这个接口呢,它就必须要实现,这一个execute的函数,但是它没有做任何其他的事情,它就直接把这个ban码,还有把它的参数,直接就传过来,给这一个自己的新的接口。 那么,这就是一个框架的部分,框架的部分,不在于代码有多少,它的焦点在于接口,在于接口。 OK,当然,你可以在这里扣一个你自己的watchdog,可以来做监控,就是在这个位置,在这个位置。 那这是一个实现的代码,那这是一个实现的代码,然后你可以扣watchdog,之后再往下扣。 OK,好,那么在UI的部分呢,我们还是一样,先从这个activity这边来看好了。 首先,定义一个main activity的这一个子类,然后这个扣充的activity,这个积类。 OK,那oncreate的这边就是设定了整个UI的layout,也就是刚刚所看到的画面。 然后呢,这个new一个UC02的这个t,然后来提供这一个IP的接口。 IP的接口,那这就扣到框架咯,扣到框架。 那为什么new UC02的t,new这个t就可以找到这个接口呢? 因为它是它的子类,刚刚你看到了,它是它的子类,在这里。 因为这个是基类,基类,子类。 所以use case2的UI,只要new这个use case2的plugin,就可以取得这个接口。 这可以取得这个接口,所以这是在这个位置。 它new一个UC02的这个t,plugin,它就可以取得这个接口。 取得这个接口呢? 那这个时候呢,它有,它的UI总共有三个按钮。 UI总共有这一个刚刚所看到的,UI呢? 总共有这一个,两个这个music的按钮,加上一个这个。 但是这里头呢,会有play,就是按这个等于是说,它是UI同一个button,但是它还是两项动作。 第一个,选择音乐。 第二个,play。 按这一个,是选择另一首音乐,还是play。 所以,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UI的部分,它是怎么动的。 所以,在这里你看,如果选择的是,第一个,叫做,刚刚的按钮,第一个是music01,那么它就选择这个music,选择这个music。 然后呢,如果它是按第二个按钮呢,它就选择另外一个music,另外一个music。 OK,那在选择这个music的时候,它就扣到这里咯。 它就扣到这里。 扣到这里的时候呢,它就第一个动作是什么? 先把已经在播放的先暂停,先把它停掉。 之后呢,它扣这一个execute,传的band码是2。 这个是选择歌曲之用的。 好,然后呢,再来调用play,播放。 所以呢,先扣过去啦,band号是2。 再调用play,play的话,再扣过一次,band号是0,band号是1。 所以呢,总共在这个通用性的接口呢,它提供了,它扣了三次。 每一次呢,给它编码不相同,编码不一样。 OK,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潮潮类那边怎么对接。 潮潮类呢,在这个地方。 这个stop类,就是潮潮类。 潮潮类呢,它继承这个G类。 好,所以它要实现on-execute的这个天子的接口。 所以天子就传call过来啦。 如果call等于0,那就去播放音乐。 去播放。 那么如果call等于1,它就stop。 它就来执行这个自己的抽象函数。 那是由子类来实现的。 那么如果是这一个set music, 那么它就改变了目前的音乐的选项。 是用current music来把它记录下来。 那么它在播放的时候,就会有play current music。 它就会把这个music呢,再把它传递过去。 OK。 所以这个部分呢,跟use case 1是不一样的。 这叫做特殊性的接口。 特殊性的接口。 你看,这一个。 在以前上一个小回合当中的use case 1,它的play是没有参数的。 这里的play是有参数的。 所以呢,这个叫做特殊性的接口。 所以呢,潮潮类的用意就是把通用性的接口转变成特殊性的接口。 所以这里,这个技巧呢,你就学会了。 潮潮类是把抽象的通用性的接口,透过这个技巧转变成特殊性的接口。 所以呢,T就只要针对特殊性的接口就好了。 它就传过来,然后来决定是哪一首音乐。 哪一首音乐。 OK。 好。 那这样子,你看它实现的是一个特殊性的接口。 特殊性的接口。 好。 那这个整个一个动作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在代码这个部分,再来做手柄一下。 让你看得更清楚一点。 就是我们设计的框架部分是没变。 OK。 那么,这个EY的部分有所改变。 那么,这一个新增加Use Case 2的潮潮类,增加了它的T这个子类。 所以,这只是框架的部分。 这是接口的,通用性接口的宣告。 这个是一个通用性G类,它来实现这一个接口。 而且提供自己的对后端的接口。 好。 那么,潮潮类呢? 潮潮类就来etend这个天子的积类。 因为潮潮类呢,它的位置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它要etend它。 OK。 是在这个位置。 所以,这是潮潮类的地方。 那,潮潮类里头很重要的重点就是在解码。 它从这个天子达到这个扣之后呢,要来针对如果扣等于0,它扣什么? 如果扣等于1,扣等于2,它做了些什么? 把它转换出自己的一个特殊性的接口。 转换出自己特殊性的接口。 OK。 好。 那,这两个就是潮潮类的接口。 那,这个t就要针对潮潮类的接口呢,来做实现的动作。 那,在这个类里头最重要的就是要去使用播放器的API。 所以,播放器的API全部被包装在这样的一个t里头。 所以,以后呢,这个播放器有所筹换或是改版,只要改变这个t就可以了。 那,连潮潮类都可以不用改。 OK。 那,这样子的就是一个完美的结构了哦。 那,这个就是activity了。 刚刚这个就是播放,然后这里是停止。 然后调用的是这个播放器,这边也是调用播放器的API。 OK。 所以,把API全部封装在这一个类里头。 那,这个main activity就是一个UI,提供UI,给user来控制,等于是MVC里头的control。 那,这里就依照按的按钮来做这个调用自己的接口。 好,然后再透过通用性的接口,然后把它ban码之后,把码传过去。 那一边,潮潮类,再把它倒转。 所以,这里叫ban码,潮潮类呢,叫做解码。 OK。 好,那我们的代码部分就讲完了。 那,我们现在做一个简单的结译。 在use case1里头呢,这个server的特殊性接口呢,包括play跟stop两项。 里头没参数哦。 OK。 然后,在UI的部分呢,就帮play编号为0,stop编号为1。 然后调用通用性的接口里头execute。 这样子。 在use case2里头呢,server的特殊性接口呢,它的包含的是play,stop跟setmusic。 所以呢,它给它,你看,它这里因为只有两个,所以编号0跟1。 这边因为有三个,所以编号0,1,2。 那,这个是,这个是use case里头的,的一个特殊的接口。 因为它要多了一个选择音乐嘛。 那,在use case1呢,不用选择嘛。 不用选择。 所以use case要选择。 所以呢,就在扣过去的时候,它就给它,跟它,这个部分就在这个位置,在这里。 在这里。 当它选择第一首音乐的时候,就调用它。 调用它的时候呢,它要透过这个接口,来告诉这个曹操类说,我要改变音乐。 所以呢,就把它扣过去啦。 编号12。 OK。 编号12。 扣过去之后,曹操类接到了,接到了改变的音乐,再去play。 再play,再扣过去。 所以,在这一个use case2呢,这一个叫特殊性的接口,总共有三个函数。 总共有三个函数。 所以呢,给它编号012。 那么在use case1,只有两个。 所以给它编号011。 所以,把play编号为0。 这个编号为1。 这个编号为2。 好,那这样子可以扣过去啦。 那维持了通用性的接口。 所以呢,use case1,2,3,一直到N,都共享通用性的接口。 又能够保持自己特殊化的接口。 好,那基于通用性的接口,整合众多的用力。 基于特殊化的接口,来满足呢,各用力的特殊的功能。 因此呢,面面俱到,非常的完美。 是不是? OK,那就看你的看法咯。 那你相信它是完美的。 那它就是完美的。 信不信,有你咯。 OK,好,谢谢。 拜拜。 拜拜。 如果你 Renéimu,我们�로面说要有ries的战略。